9月22日晚上,一名中国男子乘坐游船观赏金边夜景时不慎坠河 如今8天过去了,该男子仍然生死未卜 坠河者的家属9月26日也紧急从国内赶来金边 并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万里寻亲,只未相见》的寻人启示 一名中国男子乘坐游船观赏金边夜景时不慎坠河,至今生死未卜 9月26日,坠河男子的家属已紧急赶到金边,并在网上发布寻人启示 坠河者妻子表示,其丈夫名叫张琴,身高170公分,四穿八重人 今年3月才来到柬埔寨物宫,是金边试级广场项目的管理人员 9月20日晚上,张琴在妹公河的游船上和同事吃饭,不幸失足坠河 8天过去了仍然杳无音讯,因此她希望广大网友帮忙寻找她的丈夫,希望有奇迹发生 我们已经拨通了坠河者妻子的电话,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 在美公河里面,然后在这边找 现在希望她俩都不很了貌 找不到,面积太大了 但是我们作为家属,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 然后都觉得她还在 然后我们肯定希望再亲自找一下 然后想一些其他办法吧,无论是发宣传单还是怎么样 当事馆那边也说了不参与这件事情 只是说如果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 他们尽力而为,比如说什么遗体啊 或者是想要提出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 他们可以,然后委托律师这些他们也可以帮忙推荐 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再见华人 如果发现张琴的踪迹,请立即拨打电话报警 或向我们留言告知 今天的简中播报就到这里 收看更多节目的视频资讯 欢迎订阅简中资讯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账号 我们明天再会 欢迎订阅简单